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庄老师 今天庄老师想问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我们接下来的假期是什么假期 是什么节日呢 是什么节日呀 是春节 对了 是春节 那也就是代表着新的一年到来了 那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呢 是哪一只动物 什么年 是兔年 对了 是兔年 好吧 那小朋友你们知道你今年几岁了呢 你是什么生肖的呢 没有关系 今天庄老师带来了一个故事 名字叫十二生肖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十二生肖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人们总是忘记自己出生在哪一年 也算不清自己究竟几岁了 孕皇大帝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 是什么办法呢 我们来看看 嗯 原来 孕皇大帝觉得 纪年份太难了 如果 记动物的名字 就简单多了 于是 孕皇大帝过来通知土地公 请他去发布选拔十二生肖的消息 十二生肖渡河比赛公告已经贴出来了 哦 原来 玉皇大帝想要让动物们从起点到终点 渡河比赛 谁先到达终点的前十二名动物就可以成为十二生肖 哇 动物们看到这则比赛的公告 可兴奋了 所有人都过来看 快来快来快来 你看有什么呀 到了晚上时间 他们都聚在一起讨论 哎 你们要参加吗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 那个时候 老鼠和猫还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在一起讨论 老鼠说 哦 我们都不会游游 要怎么渡河呢 猫说 我们可以请牛帮忙 于是 他们登登登登登 来到了牛的家 请牛帮忙 牛答应了 到了比赛这一天 好早好早 好早 公鸡都还没有起床呢 猫 牛 和老鼠早早的就来到河边 准备渡河 牛赶紧蹲下来 老鼠和猫 老鼠和猫骑在牛背上 哦 你们发现了什么呀 原来今天猫太早起床了 所以在牛背上睡着了 老鼠很想拿到第一名 就在牛快要到岸的时候 它把猫推了一下 把猫推进 和你了 然后老鼠就赶紧钻进牛的耳朵里 然后在牛耳朵里大喊 牛大哥 牛大哥加油 我们就快到了 牛大哥赶紧爬上岸 高兴地冲向终点 哦 这个时候 老鼠从牛的耳朵里 钻了出来 赶紧跳 咦 老鼠冲到了第一名 牛辛苦了半天 只得到第二名 非常生气 嗯 它把眼睛更得大大的 过了一会儿 全身湿淋淋的老鼠来了 它很有自信地吼着 我是第一名吧 牛王大帝说 不 你得到第三名 突然间 卷起了一阵龙卷风 哦 谁来了呢 哦 原来是在天上飞的龙来了 它赶紧过来 眼看就要到终点了 这时候 给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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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兔子跳到了 第四名 这时候龙排得到了地鼓民 因为兔子不会游泳 所以它一路跳呀 跳呀 跳啊 踩到别人的背上渡河 紧接着马 勇敢地被蛇吓了一跳之后 它也变得胆小了 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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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羊 猴 鸡 他们在河边捡到了一个木头 他一起划过来 得到了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不好意思 因为水太好玩了 我忘记时间了 又黄大帝 我得到第几名呀 恭喜你得到第十一名 十二生虾 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 大家伸长脖子 看看前面是谁来了 哦 原来是猪来了 它满头大汗 闯着气说 饿死我了 这里有没有好吃的东西 玉皇大帝宣布 比赛结束 最后十二生虾的排序是 鼠牛 虎兔 龙蛇 马羊 猴鸡 狗猪 小朋友们故事就讲完了 很棒哦 都有认真在听 那可以回答庄老师 两个问题吗 第一个是 你知道十二生虾是有多少只动物参加比赛的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猫很怕老鼠 现在的猫为什么很怕老鼠呢 好了 把答案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 也可以回到幼儿园来告诉 庄老师哦 好了 新的一年 庄老师祝你学业进步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